今天晚上雷台上我们将分晓 你看我怎么20秒KO你 要小红打一龙 一龙带你做网红 这谁编的词啊 还指不定谁打谁呢 好了今天给大家开场比赛 是一龙对阵网红利哥 利哥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狂 扬言20秒Q一龙 我们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实力 利哥他以前是当过兵 然后的话他现在是一个网红 其实他跨界条链一龙 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气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一龙挑对手 然后如果就是他的对手 粉丝量没有那么大的话 他也不会跟利哥打比赛 他们两个属于是强强联合 利哥在他的视频当中 然后是展示他打拳 看的是非常有力的 不知道上擂台之后 他跟一龙打比赛的表现 会是怎么样的 不管怎么样 他的这身装扮 确实有那种范儿 有那种感觉 现在是接受技术采访 在比赛里面都是非常狂啊 感觉是非常自信的 但是在擂台上 就会被打回原形 很多人都觉得一龙 他是草根出身 然后实力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都想挑战一龙 有些人他们知道 肯定是打不过的 但是为了热度 为了流量 也是迎难而上 一龙也是跟成功抗议打上比赛 很多人都是前一龙 要跟网红打上比赛 打比赛 多打比赛 因为跟网红的话 他们压力命那么大 然后实力悬殊非常大 现在出产的就是五僧一龙 五僧一龙也是非常具有争议的 一步步从李峰 打到现在 自己有上益的身价 李峰的装扮也是非常有范儿 一龙对这场比赛 也是手拿把掐 挑战 打这个利格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三千也是 吹捧对方一番 一龙所说就是带对手练一下搏击 感受一下搏击 而现在裁判的话 给他们介绍比赛规则 不允许打晃 不允许踢当 介绍了比赛规则之后 现在比赛开始 好的 现在一龙的话 从利格他架势中就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实力没有那么强 包括他出拳也是非常搞笑 好的 练习的中拳 感觉是有点吃不消 又是个扫帖 直接是 把这个利格给打倒在地 打倒在地之后 可以看到 像一般人来说的话 应该是快速起身 但是可以看到利格他起身是非常的困难 然后裁判 直接是对他进独秒 利格 可以看到 动作非常搞笑 一龙也是非常自信的 他是根本就没有出手 如果出手的话 利格其实他早就被Q了 对于这场比赛 一龙也是 颇具争议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一龙他是打假拳 但是怎么说呢 这场比赛不能说是假拳 因为如果 真打的话 这个利格肯定是 扛不住的 在比赛前 利格他扬言是20秒Q一龙 其实到不了20秒 他就会被一龙Q 好的 这就是把这个利格给爆了起来 既然能够撑过一个回合 也证明了利格 证明一龙确实让着他 好 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看一下利格能够坚持多久 能不能撑完这第二个回合 出拳同样是非常搞笑 他的拳套完全就是 怎么说呢 是一个小白的一个水平 不知道视频当中 他打沙袋是怎么打的 可能是拍摄的效果 可能感觉是打的是非常有力道 然后一龙现在是忽加忽畏 就是做一些动作 他就感觉是有点 有点吃不消了 轻轻轻轻轻的一个扫梯 就把他给打倒在地 打倒在地之后 可以看到 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这样的话 应该是终止比赛了 然后台湾这些是终止比赛 但是利格的话 他是非常不甘心 他说就是据说是拿了两千万的出场费 一龙不可能是那么高 应该是一两百万 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一龙他的出场费 也是在世界范围内 也算是比较高的一位 好的 利格他选择是硬着头皮 进行打比赛 联系的中拳 其实这场比赛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打了 两人实力选手相当非常大 可以看到利格真的是 是在硬撑 感觉一龙只用出了两成的功力 就把利格打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用尽全力的话 可能是早就把他给Q了 战斗有点站不稳了 好的 现在是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把第二回合也撑过去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的比赛 其实一龙的话 他是不能够运进全力 运进全力的话 把这个利格打坏了 或者打住眼 那就不好了 一龙可以看到 非常轻轻的一拳 打到这个利格 别是倒地不起 别是把他给Q了 好